大家好,我吃了呀 你看我们这满地的核桃没人要啊 满地的核桃没人要啊 哎呀,合适了 嗯,满地的核桃 这丑了呗 熟了,熟了 没人要 今年没有人收吗? 没有,没有,你看我帮着这个 往年有人收啊? 往年有人收 多少钱一间? 嗯,往年是一块钱 一块钱一间? 对啊 那是相当初,刚刚十年了,还有五毛钱的 核桃好吃,人儿难把 不过咱这种核桃可以做文丸核桃 对对对 你要捡几个好的,那回去也值钱 这个当没有太好的 那捡点吧 没有太好的 我就捡几个哈 嗯 我说好,像这人采为止 采不着了,后期间 我俩一捡的,捡好多了 然后就是连杯子为止再杯着核桃 卖钱呢 卖啥钱,回家那么多,啥子 然后包包子吃了嘛 老油饼 哈哈 咱这其实你说能卖钱是能卖钱 太便宜了 太便宜了 这才一百斤,你说才一百块钱 啊,你看 这买鱼都吃了 你在那挑啥呢,爸 啊,我挑好扒的 你差不多就行 你看 我想给它扒出来 别扒了,你直接回去再扒吧 回去再扒出来 哦,反正你开车哈 对啊 你扒的到时候手段难受 那我就扒了,就这么捡了 有一年我爸和我妈他俩就这么捡了核桃 然后冬天扒核桃人 啊,扒鸡子了 要是一天正经才能采多少啊 捡核桃 嗯 那先看一看 那要百十斤 那他们收那个核桃是带着瓶吗 还是不带着瓶 带瓶 啊,你回家还得给砸了 对 有些还得给人洗干净 那挺费事啊 我看看 要不去那门人剪 你剪 可是你叫我剪 哈哈哈哈 要么也没有人收 我也不愿意剪 太便宜了 你剪核桃不简单吗 你看看这也不用找 找个核桃树咔啪 就是一顿剪嘛 不过这个核桃 你要是找着两个 就是说行好的 它闻完核桃也行 这些不是特别好啊 那那那走吧 那走吧 你拿 你抛本太咬了 看下 都是剪的核桃 可拉倒了 那天剪这几个核桃 鸡头白脸的 不是 他不想要 我就非想要 你看 今天不收核桃 今天也收 收 收核桃呢 才这么点 被花束的吃了 你们这地下老也老了 但是鸡的都可好了 鸡的好 后来下雨 是不是把锅给打掉了 打掉 但是今天也是少 往年都一块钱一斤 那现在没有人采了 你知道为啥 都挖山芋头 山芋头 好几十块钱一斤 谁为他呀 蘑菇现在他们 对 采的人少 鸡子他们都采的人少 对 你知道为啥 这山芋头太值钱了 吸引 这个山芋头吸引人 吸引力太大 你不也吸引人吗 昨天某些人在那块羡慕 忌妒恨 羡慕了半天 人家把湿了几 对啊 你看十来斤多少钱 背十来斤轻松的满天溜的 背十斤蘑菇 还沉呢 还沉 你得背四十来斤的核桃 才能底上一斤的山芋头 那是 要么他那天不愿意要吗 谁要我谁背呀 我爸哈那个腰都不愿意哈 这核桃仁也是像咱男子 那天忘了咱家不 咋的核桃仁 往上收了老多了 咋咋的 用那个嘴子往外挑那个仪的时候 手都穿出去 一整都穿出去 往来给你放过家锅都炒炒楼了 现在谁整啊 哎呀我说从那以后 我说过半块 你爸说啥 你买回来你收回来你自己买 你那时候收了多少袋子 哎呀 有一千来斤 有 哎呦天呐 烧火是真好烧这批 对于咱这块人来说 都没有人稀罕要是不是 吃好吃 可能一般就是自己抠点 都是留给自己家孩子什么的 对 嗯 谁整吗 不愿意整 有的人嘛 你可花钱你买点 对 也得都不操这个心 核桃其实行不好 行 你看看 又细又长的 今天也不收核桃 今年呢 我爸告诉我大时候 今天核桃不收 葡萄不收 核桃没不收 我一直也不这么收 你看刚死开花 见多多啊花 但是他坐不住 自然 还大事 真好 火吃了呀 今天我们这一下霜天冷了 该整出了雾了哈 震天就冷了 伸不出手了 现在今天脑 赶紧下手 该下手 你给你下手 这一屋都没有一个高个 你说说 我一米八大 现在看找地上 就在找大高个门前站了 糊塞了 不是你看看 拿两码袋还是够不着 哎呦妈 这底下挪了多少层吧 爸 就把瘫花塞那个小缝缝里呗 就往一挤 把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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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也够不到 我说是不要 那 那 我也够不到 你先把你这块塞 夹上 爸 要不我上 你上你就够高 我比你高那么一丢丢 还拉到 就是这么碎的 看看我爸翘起来的小脚 你别逗我 看你笑是妈 你不要看翘的小脚呢 你不笑 夹夹夹往那边挪一下 你别一会儿 那个板偏沉 你上来 慢点 慢点 有妈妈没事 妈妈二的一样 嗯 大刀手 姑娘比你还酷了 就踩了 踩着那就接上了 妈 嘚噬了吧 小沸沸 上高还真得是我爸 大高哥来了 大高哥 昨天吃着来了 你说 那怎么会干呢 我说今天干 我说啥子都不要了 我去 我来搁点水 你看 在后面是坊子 你这哭咋 走成这样 你进泥沟里了 我时间收着 收着刹子 只有收着锅 我还不收着锅 锅子准备 中间有收的了 好像收轻了 我问亮哥了 他说他还得等等 我上去想不议了 这10个还得我亮哥 大高哥 我没买你 我还1米7 1米7已经算是我们家的极限了 这个 那人是聪明的 怕大快吃个过 这块枪 我想起来了 蛮的 就这高签的 这块枪少块皮子 所以这块枪要压 要不然还要往里头 对啊 人情快 到哪都能干这活 你要是人懒得 把人碰到 那你就就说我亮哥了 你看东北人情味族 你看我亮哥一来就帮忙干活 就是属于给房子穿防寒服 冬天穿着这样的衣服的话 它就不冷了不透风了 屋里烧的暖气 它那个温度就保温在里面 它不会散出来 这么一个形象 我记得小说 初始终的 我为啥嫁给初恋 大家知道了 我就想要终地终高了 然后就开始跑山 你别拉着嘴 你别拉着嘴 你看这就是我们家财务经理 我们其他这都是干活的 这待遇就是不一样 你尝一尝就上边 你尝一尝 大家看我们这就属于给房子穿好衣服了 我们家没有搭那种阳光盆 因为搭阳光盆的话 要占用这个院子里面的面积嘛 这样比较节约空间 有的朋友建议可能说是那种保温材料 然后贴在表面 我们这个属于经济实惠又便宜 这个前后院加起来可能才一百多块钱 但你要那种保温材料的话可能就会贵一点 不过虽然说那个保温材料一辽容易 但是不要冷那么好 也挺好的 这样冬天哈就不会冷了 老舒服了能省半吨没 尝一尝 没有